台湾人去大陆往往有一个很不好的第一印象 那就是大陆人不守秩序不遵守交通规则 今天台客特派员来自嘉义的洪福朗先生 他拍下了最写实的一段画面非常的夸张 洪福朗先生呢他是有五年资历的大陆背包客 这段影片是六月份他去四川成都时拍到的画面 斑马线前明明是绿灯前方路口却是红灯 但是汽车呢不停抢道左弯右拐 明明对面还有交警开阀 但很多驾驶人简直是没把这交警放在眼里 不仅是红灯可以右转的规定跟台湾不同 而是彻底的把红绿灯当参考用照闯不误 洪福朗先生在拍照的时候交警还屈前询问他的目的 当得知是台宝旅游在拍街头景象 也没多啰嗦就说好好玩随即就离开 只是这种马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应该不知道怎么过吧 好台客特派员是特别为观众朋友所开辟的单元 我们也希望透过大家的镜头认识不同的中国大陆 有机会到对岸 不管是旅游工作投资都欢迎拿起相机拍下特别的人事物 带观众一块发现新大陆 详情请您上中天官网 www.ctitv.com 从本周期每隔周五晚间9点 星期六下午2点 请持续的锁定标付大中华 我是周玉琴 也别忘了我们8月6号晚间9点钟再会